这节新闻是由99 Ranch Market 大华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精美蛋糕和礼并应有尽有 查询各项又会详起及推广资料 欢迎游览大华超市网址99Range.com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星岛头条新闻带您关注天下大事 国师萌扬今天是2014年6月27号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提要 金门大桥将会装上新的防护栏以防止轻生者跳桥 而在独立日假期长周末280号公路北向旧金山市中心路段将会被封闭 大陆方面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 而正在访台的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座驾被抗议人士颇洒了油漆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新闻提要 此外还有哪些焦点新闻请明月带我们关心 好的今天的焦点新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庆假期将要到来了 而东湾的Contra Costa县的警局破获了非法烟花的销售团伙 稍后给您介绍具体的情况 更多精彩新闻广告之后带给您 星期六买星岛 欢迎回到星岛头条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湾区的重要消息 旧金山的城市名片之一金门大桥将会装上新的防护栏 用来防止轻生者跳桥 预计该措施将会拯救数以百计的生命 我们来看星岛记者张正的报道 金门大桥公路及运输局委员会 今天早上10点投票通过 在金门大桥上安装轻生者防护网的方案 很多市民挤到投票的会议室旁听 大部分人手里捧着跳桥而死的家人的遗照到场并发言 支持该方案 工程预计耗资7600万 其中的2000万来自侨费收益 其余资金将由联邦和州政府提供 该方案自2007年提出以来 审议超过6年 历经环境测评、集资和设计的程序 该工程最快会在明年招标 铁网预计需要三年时间安装 金门大桥可算是全美国最热门的亲生地点 自1937年大桥开通以来 一共确认有1600人在此跳桥自杀后死亡 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2013年的跳桥死亡人数达到46人 为近10年最高 新岛记者张正报道 另一方面独立日假期长周末即将来临了 打算出流的民众可要提前做好准备 因为280号公路北向通往就金山市中心的这个路段 将会被关闭 而本周末东湾580号高速公路也会有封路的措施 我们来看新岛记者刘如谦的报道 自7月2号晚上90起 280公路通往市中心的北向路段将全部关闭 所有与101公路的连接路段 King, Mariposa, Caesar Chavez, 18, 25, 6节和 Alemanian Boulevard的扎道都将关闭 直到7月7号早上午时 当局在封路期间更换桥梁链 加州运输局工程师Andra Ian表示 现有的铰链已经老旧 抗震功能不足 另外,从现在到7月2号 东湾580公路西向MacArthur仨道 与周际80号公路连接道 在晚间也将关闭 详情可登陆511查询 大家除了要了解下周期的一系列封路措施以外 也不要忘了本周末 九金山将举办一系列的大型活动 包括星期天一年一度的 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和棒球赛 届时相关路段会封闭 交通受到影响 计划出行的民众还应提前做好准备 星岛记者刘如谦报道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大陆 广东省委常委 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 并且由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马兴瑞兼任广州市委书记 请看星岛记者崔林子的报道 中央纪委和中国监察部 在网站上只公布了万庆良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接受调查的简短消息 没有透露详情 有中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万庆良涉嫌的主要问题 应该与接洋腐败案有关 万庆良之前已经数次被传 接受调查 但事后仍然现身 也有不少传言称 万庆良身为中共18届中央候补委员 一度被看好成为广东省省长候选人 因此被立保 但这次正式公布被调查显示 中央巡视组进驻之后 广东反腐打老虎进入新的阶段 现年50岁的万庆良是广东五华人 2011年12月从广州市长 升任为市委书记 此前曾担任广东省副省长 揭阳市委书记等职 万庆良曾被称为史上最年轻广州市长 就在被调查的前一天 6月26日上午 万庆良还主持召开广州市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专题会议 并强调自我批评要怕不辣 相互批评要不怕辣 星岛记者崔玲子报道 而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违纪被调查的消息一经传出 是立刻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响 今天本台就联系到了一名广州市民陈小姐 请她来谈一谈对于这件事的感受 作为一个广州市的普通市民 那昨天下午就突然之间就大家的手机上面收到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就看到 说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给中级委调查了 昨天之前的一天 万庆良还在广州市天壳去调研嘛 就大家都好像炸了锅似的 因为这个消息真的非常突然 那大家然后就在议论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是下马的 然后大家一个是赞同 他可能是比较喜欢浩大喜功的一个人吧 我好像在这几年里面对广州市的 可能那贡献也好像不是说非常看得清楚那种感觉 就还在等待说到底可能是官方媒体啊 或者是中级委那边就出一个是说明 到底他犯了什么事 普遍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也不奇怪了 就看一下到底是他会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惩罚 那然后另外就是看一下可能 下一任的那个市委书记到底是谁吧 大家有一种好像是围观的心态吧 那么据您所知万秦良在职时的口碑又如何呢 他在职期间的口碑也就是一般吧 我估计因为大家好像对他被抓的事情 还比较多的说OK 或者是也不是说非常反感的那种出风头的事情 他是做的比较多 那但是实际上的事情有没有做呢 就作为普通市民也好像不是感觉到很多这样子 好的谢谢陈小姐 我们接着再把焦点转向台湾 大陆拨胎办主任张志军今天继续访台的行程 早上他到被视为旅营根据地的高雄 会晤高雄市长陈菊 之后到佛光山拜会星云大师 并且获赠了大师的书法从善如流 晚上张志军是再次与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查续 此外与前两天一样抗议的人群是如影随形 还有人向张志军的座驾颇洒了白色油漆 我们来看记者来自台湾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27号一早南下高雄 和高雄市长陈菊会谈 约定20分钟的会谈时间延长到40分钟才结束 陈菊特地向张志军提及 台湾浓于产品外销中国 希望不要有买单文化 居中牟利 更要求中方应该尊重台湾人民多元意见 台湾是民族多元 我们对于台湾的主体性 大家都认为台湾2300万的人民 对于台湾的主体性珍惜 我们也希望这个部分应该给予理解跟尊重 这是继去年陈菊访问中国天津 邀请五大城市参加亚太城市高峰会 两人再度见面 他也是张志军此行 唯一会见的民进党籍首长 达志军会后强调 陆发会尊重台湾民众 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我们是知道台湾的民众非常珍惜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我们大陆也尊重台湾民众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 但是张志军一出高铁左营站 抗议场面就不停出现 警方围起人墙将群众隔开 抗议群众试图闯过 和警方发生拉扯推挤 场面混乱 接着抗议群众也来到会谈场外 先是和支持者口角互呛 就在张志军车队离开时 不明人士丢职物品 还有学生追车阻挡 遭到警方压制在地 额头受伤 至少有两名民众就已治疗 这里说来孟昭全水正俊 高声报道 在下一节的新闻当中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联邦众议院议长伯纳 计划于下个月入兵法院 控告总统奥巴马 滥用行政权力仪式的最新进展 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回来关注焦点新闻 Kevin 又在玩手机打电动了 妈 哈佛全方位出了手机APP 每天轻松做题 SAT进步超快 真的吗 秀给我看看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大学申请辅导的权威 哈佛全方位创新的手机APP 给学生最强效的SAT练习 想您的子女进入理想大学 就交给哈佛全方位 暑期班招生中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请明月带您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明月 好的 焦点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 国庆假期将要来到了 而东湾的Contra Costa县的警局破获了非法的烟花销售团伙 逮捕了三名男子 他们涉嫌私售与持有大量的非法烟花 当局卧底调查 起出重要的这个重量超过一吨的烟花 康县大部分的城市也都禁止燃放烟花 旧金山湾景区的首个和唯一一个为流浪者家庭而建设的支持性房屋 湾景山花园今天举行了开放日 庆祝72个单位的落成 市长李孟贤 湾景区的市餐室郭贤等都到场支持 由住户带领下参观的住宅单位和大楼服务 而有住户说 入住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 可以告诉别人我回家了 旧金山华协中心联合了16个社区机构 商户和市府部门 今天华部的花园九 搅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华部安全展览 为市民普及了安全知识 现场有讲座和游戏 寓教于乐 新上任的中央警局局长拉塞尔也到场 呼吁民众携手打击罪案 为了应对加州的汉情 南湾的桑塔克雷尔县的政府 推出了节水示范花园 为市民演示如何在自家花园栽培作物时 达到节水的效果 现参事科特斯道场亲手的栽培作物 为花园剪彩 他说当前加州的汉情严重 希望这个花园可以帮助市民 学到在家中如何节约用水 南湾桑塔克雷尔的Great America大美国游乐场 和即将建成的旧金山淘金队毗林 为此专门增加了一个18000平方尺的大厅 即休闲娱乐餐饮等多功能为一体 供淘金队的球迷使用 最大的亮点就是球迷可以通过该大厅直接进入赛场 美国国防部证实在过去的24到48小时之内 美军已经开始出动了一些武装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上空 以便必要的时候保护目前还在巴格达的美国部队和外交人员 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议长伯纳计划下月入兵法院 控告总统奥巴马滥用行政权力 这份授权国会起诉总统的提案将于下月接受众院的表决 对此奥巴马今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早晨的节目访问时说 公开批评伯纳此举只是政治伎俩 并反问对方为什么没有尝试促使一些法案 尽快在国会通过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马上来关注一下财经简报 继续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 腾讯与大陆最大的分类广告平台58同城58.com 订立投资协议 腾讯将会以7.36亿美元收购对方的部分股票 完成交易之后腾讯将会持有58同城19.9%的权益 以及投投票权益的百分之十五点二 调查显示说 美国消费者对于经济前景仍然感到乐观 认为首季经济收缩百分之二点九 主要是受到了异常寒冷天气的影响 相信目前经济已经重返正增长 另外消费者反映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收入也有所上升 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通胀比例是百分之三点一 是今年以来的最低值 接着带您观察一下华尔街三大股指今天的走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6851点升5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4397点升18点 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1960点升3点 汇价方面 亿美元兑换人民币报6.2185 港元7.7513 台币29.8560 欧元0.7326 日元101.4250 英镑0.5870 澳元1.0611 加元1.0662 原油价格爆煤桶105.74美元跌10美分 金价爆煤盎司1317.70美元升70美分 白银价格爆煤盎司21.04美元跌12美分 周末两天 湾区大部分地区将会继续保持情见多云的好天气 气温与今天相比变化不大 不过到了下周一部分地区将会出现90度以上的最高温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末湾区各地的天气状况 SingTaoWeatherGirl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华超级市场全新全印为您服务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生萌海鲜 琳琅满目的石令水果 精挑细选的新鲜蔬菜 超过两万多种杂货 各款美味熟食 还有新鲜出炉的面包 精美蛋糕和鲤饼 应有尽容 查询各项优惠详期及推广资料 欢迎浏览大华超市网址 99range.com 欢迎回到星岛头条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相关消息 我们首先把目光放回中国大陆 在南京的利济港二号有一栋民国时期的建筑 这是当年日本侵华时期亚洲最大的维安所 日前当地举行了文物保护单位 利碑接碑仪式 将会妥善保护这一建筑 佐证侵华日军的暴行 我们来看记者来自南京的报道 在利碑接派仪式现场 从事修缮工作的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周琪表示 虽然周边已经是高楼林立 但是通过整体规划设计 将还原立即向二号 启动民国建筑群的历史原貌 来铭记曾经那段惨痛的历史 周琪表示 从最初发现到立项修缮 历史文物的保护并非一件意识 在建筑屋檐 窗龄和凝结店铺等方面 将做到修旧如旧 给世人展示一段真实的岁月场景 这里会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分成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区纪念馆 还有部分就是历史原汁原味的这种场景的一种展示 跟一般文物建筑不一样 它是一种历史场景 就是这种破烂东西 我们不会把它写得很新 恢复一些场景 所以包括围墙 沿街 店面 所有这些建筑都会原汁原汁进行保留 除了修缮七栋民国建筑群 还将在原汁修建 威恩妇史尿陈列馆 批驳清华日军 泯灭人性的暴行 在四川成都 有一位26岁的女子不幸患上了癌症 她亲手制作布偶 自筹抗癌费用 因而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被网民们亲密地称为布偶女孩 如今她在弥留之际 依然想做足1000个布偶 以回报社会 我们来看记者从成都发回的报道 26岁的周杰是四川内疆人 2012年10月 新婚1月之后 她被查出患上了结肠癌 后来辗转全国求医 在一年多的求医路上 各种治疗几乎耗光了周杰家里的积蓄 2013年年底 周杰开始自己动手做起了布偶 并在自己的网店上销售 后来周杰坚持抗癌的故事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 也有许多好心人给她捐款 然而都被雄杰周杰俩夫妇谢绝了 反正我们一直是不愿意接受 就是这种自己捐款形式 给予我们的帮助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应该通过自己的双手 通过自己的劳动 来解决自己的困难 包括以前她也说过 她不愿意帮自己的困难 变成人家的困难 布偶女孩周杰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在网店上购买了她的布偶 这段时间订单达到了500多个 然而从6月23日开始 周杰的病情开始恶化 她再也无法自己动手制作布偶了 为了保证订单及时发送 周杰的家人在病房走廊里 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制作台 部分爱心网友也赶了过来帮忙 听说那件事 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觉得希望能帮助她一下 有点有意义的事情 星岛教育展又来了 星岛教育展是由名校名师 和教育界专业人士 提供的免费升学专题讲座 7月12号周六 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在九丁山County Fair Building举行 免费入场 星岛教育展由专业教育机构摊位 提供资讯 协助您的子女 迈向长春藤盟校 还有专业财务人员 介绍省税 以及如何申请大学教育资助 全天有大抽奖 2014星岛教育展 7月12号星期六 在九丁山County Fair Building 免费入场 6月27号北京时间凌晨0点 由好莱坞导演迈克尔 被指导的电影 《变形金刚4》 《绝技重生》 在全球同步上映 影片中秦天柱的化身龙骑士 骑着霸王龙钢索 灰剑震撼亮相 取自世界文化遗产 重庆舞龙 对于这部有着重庆元素的 好莱坞大片 影迷观看后都表示 效果震撼 《变形金刚》有四部 前三部我都看这一部太精彩了 精彩到爆了 感觉就像重生了一样 什么那个行天柱啊 什么外星人 侵略啊 打斗啊 这些 翻滚啊 这些 精彩 只能说精彩 同一天 艺人刘嘉玲在香港出席了一个钟表制造商旗舰店的开幕活动 在为品牌展示10款的万表 而张志玲也在香港出席了开幕活动 并为该店的开幕担任剪彩嘉宾 韩国男神李敏浩今天晚上将抵达香港 留在香港24小时与2000多名粉丝见面 另外 全志贤也决定与金秀贤继续代言内地的矿泉水 不顾韩国国内的大面积的反对声音 陈惠霖 林峰 赵雅之和前体操选手 软马素昨天晚上以代言人的身份 出席了瑞士名表品牌一波路的举行晚宴 陈惠霖笑颜踏入暑假 照顾儿子比工作还要忙碌 而林峰则透露 腰患正在慢慢的康复 更多精彩的娱乐新闻 请您关注明天出版的星岛日报 和随刊赴送的星岛周刊 夏天是莲花绽放的季节 在第26届广州攀鱼莲花旅游文化节上 100多个珍惜的莲花品种亮相 节目的最后呢 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莲花的美景 同时也要对您说呢 星岛头条新闻从1月份开播到现在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感谢您这么长时间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 那么星岛头条新闻将会从7月起 暂时告别Crossings TV 同时呢 全部转为网上收看 请您登陆我们星岛电视的网站 SingTel.TV或者是下载星岛手机APP 随时随地来观看我们的各项精彩节目 没错 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8点钟 跟您陪伴分享天下事 但是呢 我们相信会以另外一种更加美好的方式 与您再次相会 是的 我们将会继续努力来为您制作最新最快 最准确的高质量的新闻节目 来服务我们湾区的观众 也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星岛头条新闻 祝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会 那后会有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